我们接下来我想先介绍死亡率 死亡这件事 台北市的 因为为什么想要先介绍这件事呢 其实我刚在吃饭前我就一直在想 我就一直在想说 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可是因为我后来跑去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念 就是跟卫生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从民国86年 在男女的一个人口表现上面 到87年88年这样慢慢的改变 那时候你去看 这边才40多岁 也就是说还不到50岁 这边人人口就开始急速有下降的趋势 所以真的全民健保真的对我们帮助很大 他可以把那个寿命往右边延长 那你看到107年 哇整个这边是整个往右 整个往右这边的推演 108年109年 越来越往右 那当然各位 你们觉得会不会活到150岁 有可能真的那个都已经有论文 他他做的是小鼠的实验 他他就把那个小鼠呢 模拟模拟晚很晚才让他交配 比较晚交配 比较晚生出小孩 生出小老鼠 反正就是 对全部都延后 反正就是我会觉得说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死亡率的变化 台北市的死亡率变化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麻烦请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去下载 到这个地方搜寻引擎里面 我们就输入台北市 然后行政区死亡 那因为他死亡 这边比较可惜拿不到性别 因为如果有性别 我就可以比到底是男生死亡的比较多 还是女生死亡的比较多 可是没有 不过我希望说你们还是找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台北市行政区死亡 性别 然后点进去第一个 好 那这里面 这里面只有这个 台北市出生及死亡人口数 然后请下载这个按年份 对不起要按这个 因为我要各行政区 我想要去看看行政区有没有差异 好 各行政区所以请点他 那这是出生 那当然也把死亡下载下来 可以吗 就是有两个 一个是出生 一个是死亡 麻烦请你们 那个顺便 也做一件事好不好 就是结婚 台北市的结婚对数 也就是说 刚在搜寻引擎这边 结婚就不用性别了 但是现在还在讨论一件事 到底男男结婚多还是女女结婚多 好 这不是我现在想要关系 就麻烦请打台北市行政区的结婚 结婚 然后麻烦请选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结婚对数 其他我就都不要了 这是月份 我要的是年 因为我的人口数是年 可以吗 请把这三个档案下载下来 就请你们先动手下载一档案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